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部《富三代》参加变形记 被扔到穷乡僻长的地方生活的故事 超级富翁瑞德去世了 他留下一笔巨额财产 全家人对于他的死一点都不伤心 他们更在乎的就是金钱 难道大富之家皆是如此吗 金钱永远比亲情还要重要 律师宣读了瑞德的遗嘱 他的大儿子比尔得到了油气公司 那可是一家市值6亿美元的大公司 然而老爷子财产分配并不能令人开心 他虽然拥有油气集团 却没有股份 老二得到1000英亿的养牛场 几个子女在老爷子那里 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他的孙子杰森也不抱什么希望 本来就和爷爷关系不好 就更别说给自己留下财产了 然而律师却单独叫住了他 爷爷专门给他留下一段录像 他一直都觉得亏欠这个孙子 但也不想直接将遗产交给他 怕像他的长辈一样把财产挥霍一空 所以他想了一个保险的办法 他给杰森一个超级礼物 这是由一连串的礼物组成的 如果杰森失败了游戏即将结束 这也意味着他将什么都得不到 他必须按照指示完成任务 每一项任务都必须让汉米尔敦满意 交给他一部双向通话的手机 确保他们可以及时沟通 杰森觉得太麻烦了 况且老爷子怎么会真的给他财产呢 他才不会让老爷子耍着玩呢 这个小子潇洒地离开了会议时 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恨着他的爷爷 认为是爷爷毁掉他的生活 这么多年以来他都选择无视爷爷 他不想要的钱 也不需要他的施舍 再不计妈妈也可以养活自己 他的女朋友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爷爷真的打算把财产给他呢 他听了朋友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来到机场 东神前往德克萨斯州 那么有钱的爷爷 竟然给他买了一张经济舱的打折机票 机票无法升级 杰森只能挤在狭小的座位上 忍受着牧师人的头颅和婴儿的体库 十分不容易忍受到目的地 加斯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 他是专门来接杰森的 将他带离到远离城市的乡下 杰森将和这位老先生住在一起 远离城镇别说便利店 就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这哪里是什么礼物 简直就是变形计 杰森乡村生活就此开始 早上五点起床的规定 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公子哥 很是不能适应 无情的被加斯给电醒了 紧接着他被扔到农场 老爷子在这里竖起一根木头 让他照此 每间隔一段距离就立起一根 第一天他主要就是熟悉一下环境 无所事事的打发时间 他才不会轻易的妥协 第二天他实在闷得无聊 立起了几根木桩 这些木桩歪气扭霸 被老爷子用车一拽就倒了 他只要下定决心 没有什么是做不好的 为了能够尽早地离开这里 他部分昼夜的工作 立下了整期对排木桩 他可是用直线校准过的 木桩立完之后 他回到了休斯顿 他被自己的爷爷给耍了 第一份礼物竟然是一个月的苦工 还没名其约为劳动的恩惠 他再也不想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了 他回到自己的家里 发现他的豪华家当都没了 爷爷早就算计好了 知道他会放弃 于是拿走他所有的东西 他就会乖乖回来 前一秒还是负债的他 后一秒就变成了乞丐 和他精明的爷爷斗 斗不过啊 他只能乖乖坐在会议室 观看爷爷的视频 第二个礼物 是他必须在月底 带一个真正的朋友回来 爷爷甚至 富有很难换来真心的朋友 所有人都会因为金钱 而对他阿谀奉承 现在一无所有的妻子 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找一个真心朋友 他可是一个社交小王子 魅力无人能党 他约凯特林 到一家高级餐厅就餐 开了一瓶七八年的红酒 气氛增加之际 他向凯瑟琳开口 想要去他家借助一段时间 还没等凯瑟琳开口 餐厅的经理就告诉他 一个重磅消息 他的信用卡已经停用了 反观凯瑟琳 别说让他住家里了 就连父亲账单 他都很不情愿 于是他过上了讨债的生活 有钱时他是大爷 没钱时什么都不是 那些人从他手里借过钱 根本就没有想过还 大家都把他当了ATM机 忙活了一下午 他们又找到一个能够睡觉的地方 无奈只能求助于母亲大人 但是母亲正在和自己的小情人亲肉 他可不会让这个儿子绞入自己的局 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将自己拒之门外 母亲大人为了自己应得那份财产 不能破坏规矩 不能借钱给他 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挑战 出生以来 第一次在露天地方睡了一晚 生无常物的他当个乞丐都不顺心 公园的公共场影都有专属的流浪汉 最后他们决定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归属权 然而他们两个搜遍全身都搜到一枚硬币 这时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他们身边 他献出一个25美分的硬币 这枚硬币刚被抛弃就被流浪汉抢走了 杰森不屑一顾 他继续懒颜羊躺在长椅上 小女孩在爷爷的葬礼上见过他 他那折眼的出场方式 也难怪让小女孩记忆犹新 艾米利是和妈妈来这里吃午饭的 杰森要和他们做一个交椅 他需要一个朋友 用来应付汉米尔顿 只需要一小会就行 占不了多长时间 作为回报 他可以带着母女俩去迪士尼乐园玩 艾米利觉得他很可悲 他们可不会为了某种利益而交朋友 但他们的缘分还原不止如此 第二天 他们野餐期间被流浪汉骚扰了 杰森本不想管的 但看到母女俩根本不是流浪汉的对手 于是就帮了他们一把 为此他得到一顿美味的午餐 同时也了解到杰森需要朋友的来龙去脉 艾米利对他交朋友这个交易很感兴趣 他很关心能从中获得多少钱 杰森并不能保证什么 他现在自己的问饱都成问题 就更别提给别人什么了 即便如此 艾米利还是同意和他成为朋友 杰森带着他们来到汉米尔顿的办公室 他看着这个古灵精怪小女孩 很难相信他们之间拥有友谊 但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汉米尔顿在内所有人 他会用余声去认识杰森 任务完成之后 他扭头就走 将他的取诺抛制脑后 在领到下一个礼物前 首先听到一夜一大段数落 他得到一笔钱 不过这笔钱少得可怜 只是他在农场工作的工资 只有1500元 让他用这笔钱去帮助那些深陷困难的人 第一个帮扶就是一个丢了包的人 而丢包的人竟然是艾米利他们的 他看到包里的医疗账单 按照医院的地址找到了他们 得知艾米利深受白血病的困扰 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他决定将这些钱捐给艾米利 然而妈妈根本不领他这个情 也不想卷入他的赌约当中 金森很不理解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对钱不感兴趣 随后他硬是给他们交了1600元的医药费 另外100块是他想尽办法才凑齐的 他草率的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要开始下一个礼物任务 这一次爷爷让他体会家庭的温暖 无处可去的杰森再次找到艾米利母女 在家教堂里面看到做祷告的艾米利 他很难过害怕死亡 更害怕自己死后妈妈孤苦伶仃 为此他决定为妈妈找一位男朋友 杰森很符合他的条件 他的病情再次恶化 花疗已经起不了作用 他从出生就预示着不幸 亲生父亲因为上大学抛弃了他 母亲高中毕业之后还是选择生下了他 只是他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他从未后悔 他邀请这个坚强的女人一起过感恩节 一起参加大伯家的豪华聚会 家庭聚会早已变成商业投资 亲兄妹之间没有感情 只有所谓的利益 他们很关心最后是谁得到老爷子不动产 他不小心一路的手机被弟弟捡到 爷爷的录音被公开了 大家都以为他会得到巨额财产 吉月伯伯瞬间变脸 强迫他说出财产的事情 气愤的杰森带着亚里克西匆忙离开 他很讨厌他的亲戚 也很讨厌现在的自己 他想拥有钱 钱能够排除一切烦恼 第一次约会在不愉快中结束了 亚里克西始终不认为 钱能带来一切快乐 遇到困惑的他 深夜造访哈密尔顿家 听着他讲和爷爷的心灵鸡汤 杰森领到下一个礼物 让他学会学习 在他成长中这么多年 学习离他越来越远 爷爷要他去很远的地方学习 他在医院排排了很久 不知道怎么去道别 随后还是小女孩主动下来 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和他道别 他必须答应自己 在圣诞前前赶回来 这里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 爷爷在这里建了一个图书馆 书架上是空的 书都被当地人借走了 村民建峰小时候 写给爷爷的信交给了他 他给爷爷写信 是希望能够让爸爸早日回来 可惜的是 爸爸再也没有回来 既来之则安之 他整理这里的图书 当其一个称职的图书管理员 这时 一个自称知道爸爸如何死去的人 出现在杰森面前 为了感谢他 举办盛大的晚会 他感受到真正的感谢 无关乎金钱 第二天一大早 一起前往父亲丧生的地方 他看到父亲适适的飞机 很多年过去了 杰森触警生轻 父亲是为了获得治疗瘟疫的药品死去的 在他的心里 父亲一直都是一个英雄 然而真相却给他当头一棒 爷爷想让父亲涉足石油产业 但是他的父亲很害怕 想要逃跑 上了不应该上的飞机 为了保护杰森 他编造了谎言 杰森来不及伤心 当地的歹兔发现了他们 他被关进了小黑屋 日复一日待在这里 什么都做不了 他身上的力气逐渐消失 棱角渐渐被磨平 一天 歹兔将他们带出来 蒙上了眼睛 前一秒还要杀死他们 后一秒就在庆祝圣诞节 原来他们也过圣诞节 也不会在圣诞节杀声 大家都喝醉了 杰森趁几次机会 带着队友离开那个鬼地方 他再一次安全回到美国 这次他并没有召集去领新礼物 而去上库 看了很早之前的信 一封一封读 他终于理解爷爷的良苦又心 然后到医院看望了艾米莉 为了完成他想要骑马的愿望 他领下他下一个礼物 开着飞机来到加斯的农场 在这里 他们能够过上一次圣诞节 艾米莉想要骑马是为了妈妈 妈妈最喜欢的就是骑马 这么多年为了照顾他 妈妈没有一刻是放松的 杰森这个礼物是追逐的梦想 天生富有他从来没有过 在和艾米莉的相处中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梦想 他的梦想就是帮别人去实现梦想 为此他还获得1亿美元的创业资金 他开启了疯狂的工作模式 终于不再虚度光阴 充实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 杰森专门达造一个艾米莉之家 为那些和并莫作者的贫困家庭 所见的幸福港湾 能够提供住宿 也能够提供就业 然而艾米莉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离开了 生命竟然是那么的突然 杰森陪着亚里克斯 度过他人生中最难过的时光 艾米莉之家成功见起 最大的财富不是拥有 而是用那些财富来帮助更多的人 调查者认为 杰森不能接受那100亿美元 因为他为了凑齐100美元的医药费 违背了条约 现在100亿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他彻底改变了 体会到亲情 不到最后 永远无法知道结果 100亿也是一个考验 他的放弃却让他意外地通过 最后爷爷将不动产都给了他 一夜之间 从穷光蛋又变成富有的人 不支持金钱 还有精神财富 电影倒所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超级礼物 爷爷的12分礼物 用心良苦 让他知道工作的艰辛 金钱的虚伪 友谊的可贵 家庭的重要 付出的补义 充实的学习 爱和被爱 发自内心真正的快乐 懂得感恩 追逐梦想的激情 把握当下 不虚度光阴 面对困难 勇于突破 正是有了这12分礼物 才让他得以蜕变 这是一部鸡汤式的电影 老油条 我是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